新加坡共享单车欧巴克引入台湾 任何时间地点都能租用航车 却因为占用机车停车格惹得命运四起 新闻市展现魄力积极脱掉 台北市要隐隐潮流修改法规 面对欧巴克的共享交通冲击 各地方政府做法大不同 共享交通时代来临 面对越来越多的创新交通措施 政府该如何隐隐 周晚间八点来不太讲 欧巴克共享单车冲击台湾 我们该如何面对共享交通的新创思维 感谢观看